随着海南国际航线陆续恢复开通 气候宜人的海南三亚 国际游客日益增多 近日 记者在当地走访了解到 国际游客在三亚享受大海 沙滩 暖洋的同时 热衷中医疗养 我们听说中医已经很久了 但是没有机会来中国治疗 我在俄罗斯也进行过一些按摩和针灸 但是这次来到这边发现 这边的中医治疗质量是非常高的 我还会介绍更多的朋友来这边治疗 我此次来到三亚是为了体验中医治疗而来的 我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治疗过 但在三亚治疗是最满意的 我选择了针刺 血胃按摩 艾修等疗法 到今天已经治疗第十天了 我又增加了两天到三天的治疗 我增加原因是治疗效果特别好 我的哮喘和关节问题得到了缓解 效果很明显 我是通过俄罗斯的一家网站 了解中医相关信息 对中医非常感兴趣 这一次来没让我失望 我们是第一次来海南三亚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里 是为了休息 我们国家现在非常冷了 而三亚的温度正好适合 所以来到这里度假疗养 中医治疗之前没有体验过 这是特别想体验一下 我已经给我和我的孩子 都选择了不同的治疗方式 有针灸按摩等等 我们治疗的感受特别好 保养自己身体 终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三亚市中医院院长刘建浩介绍 海南59国免签入境政策 以及中医在国际上的美育度和推广度 使得国际航线恢复开通后 大量国际游客前来进行中医疗养 许多国际游客反馈 通过中医疗养 不仅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初体验 还进一步认识了书法 药膳等更多中华传统文化 目前三亚州医院主要接待的 我们拉伯医院这种从事医疗需求的患者 最重要我想还是以独联体国家为主的 尤其是讲俄罗斯 哈斯拉斯坦 因为我们两地的气候 有互补性 有差别性 所以最重要还是接待这些医生病人 那么从2023年的10月份到现在 我们一天至少我们有30名这样的患者 我想这个还是以我们50岁以上的患者比较多一点 从他们的反馈来看 通过中医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 认识了中国的书法 认识了中国的药膳 随着国际游客陆续到来 三亚的酒店餐饮企业也在不断优化升级 有些商家招牌菜单指示牌 采用中 英 鹅等多种语言表达 酒店将国际旅行社 及中医理疗机构等合作伙伴安排在店内 方便国际游客咨询游玩和体验 近年来 三亚国际风味的餐厅陆续增加 口味选择更加多元化 我们所有的员工都会进行这个鹅椅的培训 基本上员工们都会简单的这些鹅椅的交流 但是如果更复杂一些的呢 我们会寻求旅行社的这些接待台的工作人员的帮助 他们基本上从早上八点到晚上的十点 这样子都会在店 所以大大的解决了这些客人出行 以言不变的这些问题 这两三年 这种不同的风味 包括你们刚刚提到的国际风味 包括比如说一些米其林啊 还有珍珠啊 都是在不断地增加 那相对于前些年来说 那真的变化很大 你就像我们 我们比如说 这一家我们马上要开一个西班牙餐厅 接着还有一些专门是做鹅餐的 接着还有一些 比如说做什么这种青植的 brunch的 还有专门做牛排的 风味增加了不少